哈囉我是盈盈 哈囉 哈囉我是盈盈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一個年過完了 我就有非常多的刷具跟美妝袋要清洗 因為整個過年就是吃飯化妝 聚餐化妝 拜年化妝 就是整個過年都要化妝 用了非常多的刷具跟美妝袋 那我因為剛好要清洗 所以呢 就想說來跟大家分享 我平常是怎麼清洗我的刷具美妝袋 而且是便宜又快速又洗得乾淨的方法 那就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那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今天呢我們會用到的工具呢 有就是一般大創啊 或者是你保養買的 那一種50塊錢左右的那種清潔液 就是粉撲清潔液啊 或者是刷具清潔液都可以 然後我本身是用大創的啦 就是便宜又好用這樣 然後再搭配一個這種夾鏈袋 那種 你要不要夾鏈袋也可以啦 因為你這個夾鏈基本上用不到 你就是一個這種塑膠袋 隨便你家裡面油就把它拿起來用這樣 就這樣 那種工具非常簡單 就像你們標題看到的 這麼簡單 這個其實是一種方法 還有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用你不要的卸妝水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去試很多的產品 就是想說 人家說這個卸妝水好用啊 然後買回來看看對不對 結果 不適合膚質 或者是不適合 你覺得自己很難用 那怎麼辦就畫那邊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拿那種卸妝水 來洗我的刷具 而且也是很好用 然後又 就是沒有外花費這樣子 那當然那個卸妝水 還是要搭配這種袋子 今天呢 那就一起跟大家分享囉 好 那走 我們去廁所洗刷具喔 首先呢 就是這種粉撲美妝蛋類的 然後這個是真的都有用過 就是 都是 非常髒 非常可怕 好 然後我的洗法呢 基本上是不會用到這邊的空間 所以 不用說每一次洗都要刷洗手台 什麼 因為這樣就很麻煩 好 然後我先洗三個 因為我這兩個是留起來 要用那個 卸妝液洗給你們看的 那就先洗這三個 先用水在裡面 就是把它們全部都浸濕 好 然後浸濕了之後呢 稍微擰一下就好了 不需要說 把它擰得多乾 然後在裡面呢 裝一點點水 這個就是大創買的 這個是 刷具清潔液 其實我試過刷具清潔液 跟粉撲清潔液 我覺得真的沒有差耶 其實都洗得乾淨 所以我也就算了 想到什麼拿什麼 啊我今天拿的是刷具的啦 那如果你們很care的話 那你們就 刷具就刷具 粉撲就用粉撲這樣子 好 然後呢用完之後 我就是會這樣子起泡 就是也是大概啊 就我剛剛這樣擠一下 然後就 泡泡大概就是這樣 綿密的程度 然後就堆進去 堆進去就開始搓揉 有沒有看到這個水 已經開始變混濁了 有沒有 它就是繼續搓揉 它可以稍微捏一下捏一下 讓那個粉撲這個清潔液 可以整個浸泡到裡面去 可以這樣子一直搓揉到乾淨 或者是你要稍微泡一下 像刷具我就比較不會泡 因為刷具就是泡掉毛嘛 那粉撲的話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有時候我會泡一下 或者是你手這樣子 直接進來這樣子 給它搓揉 這塊海綿就洗乾淨了 然後這個海綿蛋呢 也洗乾淨了 這個是beauty blender的 所以呢其實這樣洗也是 然後會洗過N遍的 都非常的乾淨 有沒有 然後就是這邊 這邊還剩下一點點這種成年污垢 那就是再給它搓一下 你的水 就是非常 就是你的粉底都在這裡面 你看看 這個方法超好用 然後你也不怕你的 就是 你也不怕你的洗手台很髒啊 要洗這些 就是還會嗝到啊 那好了 這一塊剛剛那個成年污垢 還是有一點點 一點點黃黃的在這上面 就一點點 它基本上就是整個都是洗得乾淨 是不是 而且超級快 就是 完全不用太久的時間 好 然後呢洗完之後呢 我會這樣子 把這個泡泡全部都 捏出來 然後這個髒水 我就倒掉了啦 我不會再拿它來洗刷子 我就是整個會全部倒掉 好裝乾淨的水之後呢 我就一樣會在這個乾淨的水裡面 這樣子 反覆反覆的搓揉 然後 我沒有去 其實我也沒有搓它 就是 捏捏捏捏捏捏放捏放這樣子 它就可以 洗得非常的乾淨 然後就是反覆 沖洗到乾淨為止 沖洗到沒有泡泡 看是不是 超級乾淨 就這樣 很快 非常快 接下來就換刷具啦 那刷具的話呢 今天要洗得比較多 一把 的刷 那我一樣分一半 一半用西裝水 然後一半就用我這個方式 刷具就先打濕 就是剛剛的方式一模一樣 把它全部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呢 我就會這樣子輕輕的去搖晃它 你看這個水超快的 這個乾污已經慢慢的都融出來了 是不是 這個速度真的是超快 那刷具我不會泡啦 我就是 馬上洗起來這樣 因為有些刷具你知道嗎 貴鬆鬆 很貴 很貴 你又泡了它就掉毛 掉毛就會很心痛 你看整個 是不是 你看超級乾淨 這個毛都已經恢復白色的 有沒有 超級乾淨的 這方式真的很好用 然後你看這個遮瑕刷 還是有一點點 這個污垢卡在這邊 所以呢這個遮瑕刷 還要再洗一下 其他都差不多了 然後有時候啊像這種啊 真的 這種 這種啊已經卡得比較深啊 然後整個一勾一勾的 都在裡面的這種東西啊 我就會把 我就會把刷具清潔液擠在這 手掌心 然後 稍微用自己的手 起泡一下 有沒有 然後再用這個 下去 直接在你的手掌心 嚕一嚕 那這種方式呢 也不會說很傷刷毛 不會傷刷頭 而且這種方式也很快就可以 讓它洗得很乾淨 你看到 就這種 有沒有這種 遮瑕膏 馬上就被洗出來了 黃黃一片 畢竟你泡 就是 清潔液泡水 是一個稀釋的動作嘛 那 你這種比較 難洗的 我就會再 小心再弄一次 刷子洗完之後呢 我就會把水甩乾 我不會刻意去擠這個毛啊 因為我很怕拉扯掉毛 所以我就是都用摔的 然後我現在這邊有一罐 我就不鏽牌子了啦 這邊有一罐就是 卸妝水 這個是旅行用的 但是因為這一罐呢 已經過期了 所以我就會把像這種啊 有時候這種 贈品 沒有用完的 我就一樣把它拿來洗刷具 然後這種 一樣倒在袋子裡面 這樣子 卸妝水就是用超快 先進去 然後就把它們 丟進去 你看 一樣那個 超級 髒 洗完 超乾淨的 超級乾淨 你看也是動作非常快 然後你看這邊還有一點點 一點點黃黃就是 再加強一下 這種啊 我有時候會再擠一點洗面乳 我會擠一點洗面乳起泡 好 之後 之後 就是 洗一次粉撲 就是洗臉的意思啦 你怎麼卸妝洗臉 你就是怎麼洗粉撲這樣子 就是整把的刷子 然後 一樣 在袋子裡面 搭上卸妝水 不要的 可是這樣一瓶 我已經這一瓶用完了 這樣可能不太夠 所以我還有另外一瓶 倒 這瓶水在洗也是 真的 速度非常的快 有沒有 這個水又髒了 超快 我這樣搖一搖 不到10秒吧 刷子在洗都比較簡單啦 因為刷子都沒什麼油脂 頂對就是你自己皮膚本身上的油脂 沾附上去的 然後粉撲在洗就會 洗比較久 因為粉撲就是那個 底妝粉底都是油脂 所以會比較麻煩 好 這樣子 檢查一下 都乾淨了 就沖水 刷子呢我就會比較簡單 我就不會再用洗面乳再洗 因為我很怕它就是 這種沾附 刷毛沾附的這種地方啊 用太多清潔劑的話 它會脫落 所以我就會這樣子洗一洗 有時候我懶得再這樣子裝水 因為已經最後一輪了嘛 我就懶得在裡面裝水 我就會直接在水往底下這樣洗 也可以啦 就是看你怎麼方便怎麼沖 洗完呢我就會像這樣子 放在通風的地方 底層鋪個衛生紙或是廚房紙巾 幫助吸水 然後就這樣子 放著通風讓它自然晾乾 好洗完下去啦 是不是非常簡單又非常的快速 基本上就是喇一喇就好了 那我看了上一支影片的評論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謝你們 謝謝你們的支持 那我就是會非常努力的拍片 然後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就是特別的東西 還有我很愛吃 那所以呢如果你們對美食也有興趣的話呢 那也在下面跟我留言 那我就是會拍一些我平常愛吃的啊 增加一點不同的主題 為了感謝大家上一支影片的踴躍發言 靠今天的妝容特別不一樣 剩妝打扮了一番然後來拍片 就是為了要感謝大家 對我的踴躍發言跟支持 然後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今天這個妝是化了一個小時的 我平常化妝大概半個小時到40分鐘就解決了 我今天這個妝 我今天這個妝竟然花了我一個多小時 我也不知道我在花什麼 就是花很久 就是精心打扮 好啦那就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這支影片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